哈囉,今天是經理第一次在馬自達的社團裡面 跟大家開直播分享 小弟是 KT Racing 避震器的經理 今天這一款一代的 Mazda 3 我們在馬三的社團當然要分享的車款是馬三 今天要介紹的車款是一代的馬三 原廠的避震器已經損壞得很嚴重 所以今天要安裝的是 KT 的道路版避震器 因為拆下來的原廠避震器損壞得還蠻嚴重 所以等我一下,我去戴個手套 今天要安裝的道路版 KT 的產品比原廠的功能豐富許多 譬如說它能夠調整軟硬度 它能夠調整車高的部分 但今天這一台的車高並沒有要降很低 原廠的話大概三指半到四指左右 今天要降低大概半指幅左右而已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原廠損壞很嚴重的狀況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一般來說我們如果原廠邊線壞掉 通常是它在拉跟彈簧匹配的時候 它沒有辦法拉住彈簧回彈的力道 所以它的第一個乘坐感會先有異常 就是我們常常在高速逛路上 留意一下前方的車子 我們遇到坑洞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次就吸附住坑洞了 可是前方的車子怎麼好像 好像喘一樣不斷上下的晃動 那就代表阻尼筒已經失效了 那失效之後再過一段時間 它就會先 這個是附筒的 它先會內漏 內漏之後再來就是油會從筒心的外部 因為它最外面還是有一個油風 那油風已經失效了之後 它的油就會漏到歪補 所以這個是損壞還蠻嚴重的狀況 它幾乎已經完全都失效了 那這個完全失效之後 它不僅沒有辦法吸附住彈簧的晃動 而且會有還蠻大聲的 異音的狀況 會有哭哭哭的聲音 所以這個是很典型已經損壞掉的狀況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那KT以這台車來說 前面的上座 還有後面的上座 都有附一個新品 所以就像這個上座用了一段時間 但也沒關係 因為KT的話 就都有附新品 連後上座都有附 那這一款車的前上座 前上座的話 有一個橡皮軸承 下方有軸承 這些KT都有附新品 所以不需要再塞原廠的來源用 一般來說 像這台車即便 它的避震器桶身壞掉了 可是上座是不是還堪用的話 就有點難判斷 因為不論是這個轉向的指推軸承 或者是這個橡皮七式 它都是有壽命的 萬一我們把原廠的菜來沿用的話 那裝上KT的產品上面 如果有異應的話 就很難判斷 是KT的產品不良 或者是它原廠避震器的上座 已經有異常 所以這個 就會對安裝的技師來說 造成蠻大的困擾 單裝KT的產品 就不會有這樣困擾 我們連彈簧 連總層 全部都已經 組裝好了 唯一要調整的 對技師來說 唯一要調整的 就只有側高的部分 所以KT的產品 不是只有賣統身 是賣總層件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後方已經安裝好了 這邊 好 等我一下 後方的話 它這一個四代 一代的Mazda 3 還有二代 跟三代叫混動 一二三代的後方的懸吊 其實都是多連感的懸吊系統 到了四代的Mazda 3 2019年上市的 四代的Mazda 3 後方的懸吊才變成是 類似拖一臂的系統 那這個四代的底盤 其實都相當不錯 但這一個四代 如果車高有要降低的幅度 比較多的話 就建議要改裝 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甚至是束角調整器 因為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後冷的Camper 會變趴 就比較有可能會吃輪胎的內側 但是今天的車高 只有略降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些東西的話 就都不必再做改裝 那以KT的產品來設計 後方 彈簧的上方 這裡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 就是在調整後方的車高 在這裡 後方的彈簧配置 是配置 後方是配置6公斤 前面的話是配置7公斤 這個這裡都有附上座 這裡有附上座 然後 它的筒身的話 上方有附防塵套 下方的話有一個腳管 這個後方 它的筒身 其實也能調長調短 可是它後方的筒身 調長調短 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車高的調整 是靠彈簧上方的機構 來做調整 那這個筒身的調整 長短的用意 就是來取決於它 後方彈簧的預載 如果我們的技師 把這個後方的筒身 縮得很短的話 它後方彈簧就預載 那就預載過多 那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 以這台車來說 後方的彈簧預載值 大概只有3mm而已 我們當車高 把它頂起來之後 後方的彈簧 只要把筒身縮到 它彈簧不會晃動 為原則就可以了 千萬不能縮太短 一定會不好做 所以這台車以後方的 安裝重點來說 就只有一個 就是後方的筒身 不能縮得太短 好 這個是後面的介紹 那 主尼的調整 是在筒身的上方 這台車是在上方 那前面的話是這邊 前面的話 我們一般這台車的 設計的話 是配置的8公斤的彈簧 那這台車 前面有一個避震器的上座 它本來上座的話 是做一個母孔 後來改裝之後 我們做一個 會要附羅馬 所以這個是改了KT之後的設計 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 它可以調整 是阻尼的軟硬度 那調整的秘訣 左邊 跟右邊 一定要對稱 左右的段數 一定要對稱 KT的話 一共有30段的阻尼 可以調整 今天的話 我們剛剛有 大概看了一下 輪胎旅圈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所以如果調15段的話 恐怕會太軟 所以待會的話 應該會落在18段到20段左右 那在設定阻尼之前 還有一個功課要做 就是要把輪胎的胎壓 打到原廠的建議值 像這個日記車的話 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它都有一個胎壓建議值 原廠大概32-33 PSI 左右 那把胎壓設定好之後 再來調整阻尼 好 那前面的避震器懸吊 這個懸吊的話其實還蠻常見的 因為像是 二代的Focus 還有 KUKA 或者是三代的Focus 也都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是一個 跟日記車 插兩顆螺絲的固定方式 比較不同 它比較偏向OC的底盤 所以它拆裝方式也還蠻簡單的 那前面的配置7公斤 這裡有一些油管固定座 還有ABS感應線這些的固定架 這個就都跟原廠是一樣的位置 那這台車 車主會比較常詢問的 應該是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 它車高能夠降到多低 這台車最低的話 大概輪胎上遠到S版 大概可以剩下半指幅左右 第二個車友會比較 如果沒有改裝經驗的話 會比較常詢問的問題就是 那改裝KT之後的一個 乘坐的舒適度 是不是會犧牲掉很多 當然啦 改裝避震器之後 它的操控性會變好 那操控跟舒適 其實它就是一個翹翹板 會在這兩者之間 藉由阻尼的調整方式 找到適合比較多車主想要的一個感覺 那其實在用解說的方式來說 應該是比較沒有那麼客觀 但KT的話不用煩惱 因為我們從北區的經銷商 中區的經銷商 飛魚底盤寄演 還有南區的店家 我們都有提供了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來試乘 像這一代的Mazda 3 會提供的試乘車 應該就會選擇Focus 因為Focus的底盤 跟這個還蠻接近的 所以我們有歐系車的底盤 可以提供給車友來試乘 也有日系車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跟我們聯絡 那至於KT在用料的部分 我們所選用的一些零配件的話 都相當的不錯 像是主泥油 我們就是用意大利 200L一整桶進口IP的主泥油 像是裡面的油風 像這個雖然是日系車 可是它的日系的一個改裝便器的大廠 Tim的話 也有做這台車 也有不少車友是選擇Tim的 像日本最大的改裝便器的品牌 Tim 它所使用的油風 跟KT一樣 就是使用日本最大的一個M-Oker的油風 所以它的品質都相當的不錯 那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這個改裝便器的工廠 我們並不是唯有他廠代工 所以如果用了大概三五年之後 像今天早上有一個台中石缸的 好像叫萬勇還是哪一個店家 老闆早上有來 它的避震器跟SWIFT一台車 它已經使用99年 已經使用整整十年 但是有一支漏油 可是車主的預算沒有那麼多 所以它一樣可以選擇來KT做翻修 所以今天早上那一台車已經用了十年 來翻修前面的一支避震器 那要表達的重點就是 KT本身就是一個製造的工廠 所以如果用了N年之後 有需要做維修 有需要任何一個零件 需要做代換的話 KT都有辦法來做售後的服務 所以這個是一個工廠 才比較有辦法具備的一個優勢 那車友的話 常常最會詢問的就是乘坐的部分 所以再重申一遍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試乘車 所以如果車友啊 想要多多比較的話 很歡迎來預約 預約到KT來試乘看看 那如果針對上次的介紹影片 有任何問題的話 再請跟我們小編聯絡 謝謝大家 掰掰 沒有被斷掉 沒有 好 不錯